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量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里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庙至圣皇陈老祖 各位唯心圣教 丁友连恭祝阿弥陀佛佛誕 互国徐哉齐安大法会的 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陵 即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 及日本徐湖真人124位天皇 以及韩国 持有后裔 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林 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 3762次大小战争 亡史军民愿灵 以及世界8164大小战争 亡史军民愿灵 中等 当下法会坛上 各府堂上祖先朱祖陵 各位的家中无缘住宿英灵 以及家中地基祖 各位的礼节冤亲在祖 各位所公寿的 各界三界万灵 以及四家族被灭 諸眷陵和愿陵众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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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宝 无论佛家 道家 耶稣家 儒家 百家思想 做人处事 共同应该遵守的 人生三宝 就是要还行 要忏悔 和实践 每天都有还行的机会 我们晚上要睡觉以前 你可以坐在寇厅 或者还睡不着的时候 躺在床上就想想一天来 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与不对 该做与不该做 或是还没做的还有什么 我们要及时记起来 第二天再去完成 若是我们与人有纠葛 发生口角 你一定要很客观 自己当审判官 审判官 今天白天 今天白天 我某某人 与谁 的 纠葛 或是瓜葛 或是冲突 你要 很扣官 你就当 裁判官 谁是 谁非 如果是你错了 你 第二天第三天 要找时间赶快向他人道歉 不要挂面子 挂面子是害死自己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从这样开始做基础 而若是 他人错了 朋友错了 你一定要 原谅他人 原谅他 你可以打电话 或是面对面的 昨天我没有原谅你 很对不起 你要这样 你要原谅别人 你的罪过就会减少 你以后 你就会心安 不然 再怎么样都心安不了 这次很简单的修行 但是人都是一样 拉不下来自己 这颗假面具 所以王传老祖 叫我们要学习 还行 忏悔 忏悔就是不要再做 不要再发生 就是忏悔 然后 去实践 再去力行 努力去做 不要再犯错 我们日积月累 我们心会很安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他很喜欢跟人家 斗嘴 很喜欢跟人家吵架 人家看到他就很讨厌 那时候我还在大殿里 很多信徒来问世 这位信徒轮到他 老师啊 你滚了平平里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看到我 都讨厌我 包括现在坐在这里 有两个人也都讨厌我 我跟他无冤无仇 为什么讨厌我 我呢 一个人讨厌你 没有事 两个讨厌你 你就有事 那么你现在 来到这现活室来了 两个讨厌你 你就有罪过了 那么在三下 多少人讨厌你 所以这位信徒 他就静下来就不讲了 我说这两位先生 一起来 为什么讨厌你 他讨厌你 他的这个嘴 乱讲无中生有 道次造势造谣生死灰 这个很讨厌 在我们的村庄里面 人人讨厌的 我给你来问你 你这怎么讲 村子人都不对 都对我不满 我问你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这一位 他还是强辨 问我 叔叔我什么时候会改 很简单 死去就改了 但是你在灵魂 你的灵魂还是 没有办法 心安 坏习惯还是会有 那么 你家的孩子 到时候你死了 你的灵魂会依附在你孩子的身上 谢谢念 这遗传基因嘛 所以他就 我说 叔啊 我的儿子现在开始 又要谢谢念 跟我一样 我现在还是不严重 等到你死的时候才严重 因为你没有嘴可以讲 你只有医护 你儿子的身上 借儿子的嘴 来表达 你的行为 那说这位信徒 他说 这么严重了 我懂得严重了 那我要改 我要改 我要改 很可怕 很恐怖 让我儿子 跟我一样 那不是 休息了吗 就残会了吗 我说你建的改 你回去 爱家爱富 去跟会去你 哦 老师啊 叔啊 我看着笑的 不啦 你回去 爱家爱富 去跟会 说你以前不对了 这两位也可以见证嘛 今天回去就 开始一口噪一口噪噪 那有会失败了 总会到山上去 那边说 有人 出民后 有人联合请他吃饭 我请他吃饭哦 那这样 哇 那吃得这么好 跟会失败 还有人请他吃饭 应该跟会失败 要跟人请他吃饭 结果有的人请吃饭 因为是新的人 但如果了解练 请吃饭都没问题 所以这位先生 他就坏习惯就渐渐渐渐渐渐渐改了 做一事反省忏悔 就是变大有人缘 有人缘人家看着会喜欢 就是要先修口 所以王财老祖要我们先修口 先修心 修心就是要有包装的心 然后口会造口业 然后养你的灵 你心会安 灵就安 心不安 灵绝对不会安 这是一定的法则 所以王财老祖要我们 很重要 你要修行 你走到哪里 哪一位大师 有什么好方法 法宝此奏 念经念奏 就会开悟 教拼 开悟在哪里 而不知道还行 这边念经 接下去就讲吗 这边念奏 出去就讲错 那做经三次经 所以有时候的人来到世界上很糊涂 这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各位同修 老祖给我们的三宝 修心 修口 和养灵 那么释迟 那么释迟 他注释的时候 他悟到之后 他开始洪华 叫所有的 有缘的人 一定要还行 每天要还行 还行是最大的本权 也是最大的功德天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人家错 人家绝对没有错 错的都是我们自己错 所以才有 寒山问石德 说若有人 毁谤你 骂你 怎么样你 侮辱你 你怎么办 石德呢 他就打呼了 忍他 不理他 让他 再过三年 看他如何 这说法 环乎众生的话 就是一个 报复的心态 包括他骂我 坏三年 好好好 到处去 但是修行人 不是这么讲 他骂我 毁谤我 怎么我 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我要 还行 忏悔 不要再 犯了以前的错误 再过三年 你看他 如何 看他再讲了 是不是一样 我相信 就不会一样了 你有修行 你就会改变 人与人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修行 修正 偏差的个性 和行为 叫做修行 修正 偏差的思想 个性 和行为 叫做修行 所以我们修行 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 每天 晚上 或是有时间 你就想过去的事情 不对的 赶快去忏悔 当我民国 七十三年 得到释迦牟尼佛 他的真言 就是要还行 忏悔 和实践的时候 我就晚上 一有时间 我一定 坐在客厅 或者在床上也可以 一直还行 一天所做的事情 结果每天都做还行 每天 一有时间就还行 所以到了有一天傍晚 我就开始练阿弥陀佛 在我家佛堂 一直练阿弥陀佛 才我的身体离开了 这个灵魂出窍 到天上界 才看到自己的二十八事 才了解到自己 要怎么走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个就是 从缓醒忏悔 因为一个人 若是你不先从缓醒忏悔的话 那你再多的佛 还是误不了 还是解决不了 你的烦恼 这老祖 他为什么在水连洞里 洗水滑毛 洗水 水连洞里 洗水滑毛 洗水就是洗气 我们的坏习惯 滑毛 就是把贪春吃三毒 把他去除 正金刚不坏之身 你才会证明到 金刚不坏之身 就是灵性 就是心安的状态 所以修行 就是每个人 等一下你们回去 游览车做的 在里面 你眼睛闭了 你就在 还醒今天 来做一公 山马菜 帮我丢 山马菜 减减减菜 哪一桌 怎么样 你可以还醒 去检讨 这里人之间 我讲话是不是 有伤害到同学们 你也可以想 所以这些人生最大的福报 最大的福气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项 比这个更薄了 所以我在民国七十三年 七十四 从悟了这个道以后 从缓醒 忏悔 实践 悟了道之后 念佛 才灵性 到达 二十八成天 希望极肉世界的 世界光明天 然后回来之后 过了几天 我开始的身体上的功力 大大的增加 大大的身体上的 这个能量增加了 所以才有信徒 他身体不好 灵魂不安 怎么样的 才跟他加持 有效呢 第一次 有效了 就是一位 台中县的 一位 官员的儿子 他去读 高雄医学院 医学院 他在 实习的时候 到停尸间 结果进去里面 看到停尸间 都要扑个人 就吓 全身无力 所以躲在墙壁上 墙角里面 过了一天 都没有出来吃饭 所以他们教授 老师 才叫学生 一起到地下室 那个停尸间 去 看他 到底什么原因 结果 就孩子 躲在墙壁上 看墙壁的角落 不敢 面向外面 所以 教授带出来了 那么带他的 叫他的爸爸来带回去 他住在厚里 后来 带他来 以前医药社 来给我 收拼 讲给我收拼 我扑我 成舌 带官队来课 我这堵就跪了 来课 那怎么办 那么 他的爸爸是老朋友 老师啊 你帮忙收拼好吗 我到死亚那天 要怎么 要收 我如果我来说你 去给鬼拼 去死人拼 就要收 那时候老祖开始 你已经可以 来 给他收拼 所以才教我 收拼的方法 哎 收拼什么呢 这孩子 清醒起来 哇 有说有笑 所以这个是 当你悟到之后 明仰两戒 你都是 可以帮忙的啦 后来这个孩子 一先毕业以后 他就 去到台中农总 当医生 他对肝肿瘤 和肺腺癌 是世界一流的 他研究成功的 世界一流的 医师 年轻医师 哇 他很高兴 我问他说 你好好做 这个老祖 帮你忙 你还一心 作为老祖的化身 可以救人救世 所以 王财老祖 他就是救人 救世的大 大神 所以 各位同学们 你们 好好修 你们也就是 大慈大悲了 大慈大悲 大德大人 救世主 我们就与王财老祖 正等正觉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阿尿多罗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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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反省忏悔 反省忏悔 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 随时都可以做 随时都可以做 随时去立行 那 各位同学们 你们 我们与释迦牟尼佛同样的正等正觉 阿尿多留三妙三菩提果位 祝福各位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双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王山老祖天威 王山老祖他的修道 他的悟道和正道 告诉我们 你随时都可以修道 随时都可以正道 随时都可以悟道 那就是要从还行开始 从还行开始 而且要忏悔 不要再患 然后才能 一实践 要有法实践 法的实践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就是以八正道 八正道来作为 反省忏悔 和实践 的依据 那我们 就是儒家 孔子所开示的 皇万里未然 以其无所生 也是八德 那么王山老祖的维心 八宝 不是来者不进去 遗得不留 顺其自然不可勉强 不是这个 而是再更宽广 就八卦 我们的八卦 前对天 对围走 海 离围火 日光 正为礼 阴生 迅为风 迅为风 坎为水 庚为山 山 坤为大地 这个八宝 维心圣教 八宝 新华 我们是不是有天的 天的 雅量 见地 你看天的多大 地球只有天的一个小存埃 小沙利而已 那我们站在地球上 为什么不看天呢 在这边斤斤计较 相互残杀 真的是可怜 所以我们天是老师 时时扣扣在身边 天是老师 我们要望天上看一下 你就可以了解到 现在我的想法怎么样 那就还行啊 对为责 对挂 对为责为海 容纳百川 容纳百川的众生 你看海有多大的心量 多大的度量 那么我们为什么人家讲一句话 你就耿耿以怀 三更半夜睡不着 要找人家拼命 这都是我们人最可怜的地方 尼为佛 尼卦 尼为佛为日 为光 为光为日 太阳 他没有分 王佛将相 换腹走足 贫腹贵贱贱 一律给予光明 只要你走出室外 你就可以照得到阳光 就给你温暖 所以众生就是这样嘛 我们要给他们温暖 只要他有心走出来 我们就帮他忙嘛 所以我们要学习太阳的 他的慈悲 这个症患 这为雷为阴 为阴 阴烈的阴 山河西渐的水流 风声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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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这阴都是在教育我们 我们 有时候听人家讲一句不高兴的话 你就想尽办法要滚他拼 好可怜哦 人家讲了都在睡觉了 你还在那边耿耿以怀 你要自己反省 人家所讲的 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 那你就忏悔就算了嘛 忏悔就不要再 这种糊涂行为就好了嘛 有的人听到 不高兴的话会跟人家拼 哎呀 可怜虫 那么 风 是喜悦 我们闻到 好空气 好高兴哦 风也没有跟我们 索取办 婚文 的这个代价 风有没有跟你们 讨价还价 都没有吧 所以那么风就是我们的老师嘛 啊水 就是砍卦 砍卦 水 柔性嘛 所以我们的卦 就风水 我们的法就风水 哎呦 你风水好迷信哦 我告诉你 不懂了才迷信 你不要 你听到他说你好迷信 你就要跟他拼 笑一笑就好了 因为你不懂 所以我 跟你讲也没有用 有一天你悟了就好 我们也祝福他 能够悟到 这风水 就是人的生命啊 水就是柔性 哪一个不必水 我现在 苦苦了 我也要水啊 没有水 人也活不了 万物没有水也活不了 植物没有水也活不了 所以水 是我们的 生命的 前缘啊 这叠赞了 风水 然后山 山是定静 你看一座山 那么的定静 你在那边坐的 现在 只有老祖与佛 坐的像如山 坐如山 静如山 定如山 不怕 风吹雨打 所以山还是山 那么阿罗汉 他就是山 阿罗汉 就是山的启示 山的代表 他的性 所以要修到阿罗汉 太不简单了 所以阿弥陀佛 跟我说 你跟我说要 度回五百罗汉 回到希望极肉世界来 你什么讲的都没有做 我想一想 因为我的定静 太够 所以你讲你的 我想我的 我就 我确定 阿罗汉 就是要定静 佛你怎么讲 我就不管你 所以 佛 知道我这么想 要其实一个 开玩笑的 反播 然后观世音菩萨 还来了 哎呀 你不要 歪理论 真的你要 度回五百罗汉 你有约 要度回五百罗汉 所以我五百罗汉 我要哪里找 我就没有到五百罗汉 没有罗汉的果位 我怎么找 所以王山老祖 开示我们 一定要找出来 五百罗汉 一定要找出来 就是 尊者 尊价 尊者为五百罗汉 无为罗汉 罗汉国就是尊者 不被生老病死 所左右 这个叫做 罗汉 不是 那个罗汉咖 不结婚了 叫做罗汉 不是这样 这是你的心很静 所以地球有五百罗汉 五百月 五百罗汉 我们在96年的时候 要补天 补天 王山老祖 开示 在如来园那里有五百罗汉的道场在那里 你要找出五百罗汉他的法名 他们已经要下来 五百罗汉要下来 帮助众生 学习王山老祖 来做补天的 天命和论物 相对 也是在 帮助我们所有维心闲事 来做补天 这个天命 结果我们六十六四天 都法会 全部就公送 五百罗汉 我里面写着说 为什么五百罗汉到现在还不回家 他们答复我说 因为世界很好玩 所以我不想回去 要求啊 世界很好玩 我不想回去 回去在极肉世界 坐在莲池上 很无聊 后来我还是 苦苦哀求 还不回去 但是现在地球 测氧层的问题 会发生很悲惨的事情 请你 请五百罗汉 请你们构显神通 你们这个五百罗汉 五百月 你们的借我 你们的功德力 功德和神通力 借我 我来要补天 补测氧层 后来九天选你也下来了 好 他五千年 补一次天 五千年 补一次天 五千年 到现在五千年后 我们又来世界上补一次天了 人家说师父你是孙的精神有问题 头发有问题 我说有问题是你 因为你没收你不知道 我自己就有可能 补天 好了 用五百罗汉 他的法 依法修行 来补天 补测氧层 结果圆满成功了 我才悟到 王产老族 王产老族 天人教族 万圣拱福啊 五百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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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 合掌 来赞叹王产老族 王产老族 天人教族 万圣拱福 顾我积首顶礼 这样知道吗 补天是爱这些万圣 来相助 所以各位同修啊 有时候我是 哎呦你们拜托拜托拜托 到宋经到念经 做功德来回向给 书王法界隆天护法 他们必须要 王产老族文下弟子文 一直宋经 才能化解干戈戏战争 那么今年 那么今年春节 我在越南 我们台商 举办的春酒 由原生法师 所带领的春酒 一百罩台商 那时候我跟 原生法师和越南台商 同修们说 大家认真送经 拜托 老祖还是今年八月份将有世界要战争 大家认真收 可以化解干戈战争 果然到八月份 全部世界的集市动态都跑来了 到了八月份 是最严重 有年有月 在碰上有日的时候 世界上 就会有 做战争 战争 一年以从美国开始 这个老大哥来 插手管人家的家务室 而且从地球上来看 北韩北尾38度 美国五角大厦37.56度 也都是正式东西交替 这个轨迹相冲 回顾到民国三十四年 地球上的日本 与中国当时蒋介石 他迁都到四川重庆 刚好这个轨迹 和日本 东京也是 纬度 正东西 所以在 三十四年 日本都糊涂 结果去打 美国尊珠港 脱袭尊珠港 才被美国灭掉了 两颗原子弹 那是天诛地灭 天诛地灭 才喊投降 那么这个天诛地灭 他的投降 不是被中国打败了 日本才投降 而是被美国 借着中国 与日本 这个轨迹 地球自转与公转 因从左边囤团转 两从右边转转通 若人逝得阴阳节 何愁 战争不相逢 结果战争到了 所以 日本败了 才能国家 才能灭掉了 这个都是王燦老祖 事先告诉我们 我们维新圣教 的天命 就是要为国修道 为世界人类和平而修一切圣法 所以王燦老祖 在天界 人界 圣贤圣人 圣神 都来相互的赞叹 叫做拱福 所以我们再次 赞叹王燦老祖 王燦老祖 天人教祖 万圣拱福 顾我积首顶礼 顾我积首顶礼 所以 各位同修们 你们好好 有时间就读诵经 你们在家诵经 这音波 传到虚空法界 万圣 都会来 福祖各位 有如 观世音菩萨 他若有人 有什么灾难 一心念 观世音菩萨 的圣号的时候 所有 万圣都会来 福祉你 借着观世音菩萨的 圣名 威德 来救度 有时候天主教 上帝 基督教 你 叫我上帝的名 他们就会 派很多 凡事 上帝的 隆天护法 就会来 拱福 来 消灾化解 那么相对今天 王产老祖 再度 倒架 持航 这么多 这么多的功德 所以 若人 有什么 喜怒哀乐 你们念一句 拿木 王产老祖 或者拿木 无量寿庙 不圣王产老祖 朗姆无量寿庙 诸圣王产老祖 一直念的时候 所有万圣万仙 都会 前来 向拱福 来听听你们的心声 所以 所以这个一位 大神 他要做到 人间 天人导师 做务必 要有无量 无边的功德 才能够 得到万圣的拱福 才能够到万圣万圣 万佛 给你的 加持和灌顶 所以我们再次 攻占王产老祖 的天位 王产老祖 救人 天人教主 万圣拱福 顾我 举手 顶礼 所以你们 平时 要祈祷 王产老祖 的时候 有十二句的 攻占王产老祖 天位的 战文 你们都可以 任何一句都可以练 像这里 王产老祖 天人教主 万圣拱福 顾我 举手 顶礼 王产老祖 一直祈祷 王产老祖 王产老祖 你有什么事情 我有什么事情 请你大慈大悲 光匠 来 加持冠顶 消灾化绝 解冤事劫 这即是王产老祖的 石碑 和天位 今天就到这里 一个段落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